比赛的结果一公布,陈静凯有些沮丧,他回到部队继续训练。 两个月后的一天,一分来自国家体委的信件给他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惊喜。 国家体委组织上看见到这个小家伙条件很好, 人鸽子矮,腿也粗,很有发展前途,所以也就把他选上了。 1955年3月,陈静凯、徐德明和赵庆奎等8人组成了中国第一支国家举重队, 并且立刻接到6月去波兰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的任务。 可是赛前的集训却出了问题。 训练知识上,在训练理念上,我们是一无所谓。 国内也没教练,也没有人指导我们的训练。 国内不具备赛前集训的条件, 国家体委立刻决定把这8个人派往苏联。 谁也没有想到,还有更大的困难,在等待着沉浸开他们。 当时我们正好也看到了,苏联举动队和美国举动队, 在莫斯科两个世界,他们就是最强的两个队, 在莫斯科举行对抗战。 当时有个推举,推举的话,比如说和停举之间, 有时剩下40公斤差距。 因为推举的成绩,我们本级别的一扭,停举都停不起来。 这些个差距,那不是说我们想象挪一下的力就可以解决的。 自己感到就是压力很大。 一定有拼,一定有拼。 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, 沉浸开克队友们用毅力坚持着,努力着,拼搏着。 四个月过去了,大家开始看到希望。 沉浸开也把自己的总成绩提高了四十公斤。 当时来讲,世界上能举起一把一十公斤的, 算了啥可能不到五个人。 所以那个时候照着拼命往上挤, 我是要挤到了,就是一百四五到一百二, 那得请求什么呢? 有希望啊。 沉浸开满怀信心地为去华沙参赛做着准备。 可就在这时,国家体委忽然决定撤回已经整装待发的队伍。 当时的国家局局员,他把台湾作为中华民国, 让我们作为中华人民公共国,等于说两个中国去参加比赛。 当时我们组织上就抵制了这个比赛。 当时的陈静开刚满二十岁,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。 在为了这样的不战而退,他心中不免有些窝火。 从苏联回国后,陈静开投入了更加刻苦的训练, 在挥汉如雨中等待着下一次参赛的机会。 舒直三人在二十三年间十五次打破举重世界机会。 是什么人因跟这个一字广东十文的陈氏家族, 创造了这世间少有的举重传奇。 这是怎样的一家人? 他们辉煌长久的背后,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? 敬请收看重访陈氏曾杰的举重传奇。 它们是那个时代的鲜亮的坐标。 青春岁月,无科的见证,让模糊的渐渐清晰。 重访栏目,与您共同追寻记忆中的它们。 1956年6月7日上午,上千名观众涌入了上海卢安区体育馆。 一场中国与苏联的举重友谊赛即将在这里举行。 这时距离中国举重队赴苏联学习还不到八个月的时间。 这次比赛,既是一次教学效果的验收, 更是一场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较量。 苏联队当时有着世界顶尖的举重选手, 而包括陈静开在内的中国选手全部名不见经传。 这场比赛的结局将会怎样呢? 位于场中央的举重台上, 赫然地标注着由美国运动员温气创造, 并保持两年之久的132.5公斤最轻量级停举世界纪录。 这是中苏两国运动员都渴望挑战的目标。 选手们陆续上场, 却没有遗憾挑战成功。 最后终于轮到陈静开出场了。 他向裁判较升了133公斤。 陈静开长辉了133公斤, 这个在东京体坛并不算多的分量。 在1956年6月7日, 终于实现了中国在国际体育。